大家好,今天是2月21日,星期三 今天是所有體死A股和所有淡有的死亡紀念日 原因是阿爺對國內有一個量化交易的私募基金 停了它,罰了它,不准三日交易 這是什麼意義呢? 第一,很多人認為沒有這個A股市場 都沒有這個期貨,你都不可以沽空的 錯!A股是可以很多辦法去做沽空的 除了借貨沽空之外 亦都可以有借貨沽空 基金借貨出來給人家沽空 這些都是沽空 因為它根本本沒有股票 它借人家的錢來沽空 沽空後,低位拿回來再買股票給人家 那這種沽空是可以很厲害的 可以很厲害很厲害很厲害 在2月6日的時候,始終在這方面 曾經買賣的東西是2萬多億 A股一般來說 當然它移民幾億不是一天做完 是那幾天下來 A股一天,那時候你都是7000多到1萬億 左右成交 你可以有這麼多沽空下來 所以那時候由1月1日到 A股直插下來 也很快就由2900插到2600 那這種做法是一個不對稱的交易 怎樣叫不對稱交易呢? 因為你真正有一個棋子的市場 你又可以沽,我又可以沽 你可以沽,我可以買 那我就OK了 那即時是怎樣呢? 我們一定會被人提起韭菜 好了,除了之外 我們還有一些所謂的 量化交易 quantitative trading 其實就是用電腦 很簡單的電腦 即是升一些 它可以賺的錢是怎樣? 它不是要賺100元 100% 它是賺兩個仙,它都賺的 兩個仙都想賺的 那變成就是 升一些,它又沽一些 升一些,它又沽一些 跌了下來,它就買一些 那於是它在這個交易裡面 這個是昨天或者前天 有一個基金呢? 它一分鐘之內 可以做出了26 即是兩億多的交易 在這些裡面來說 人家即使是拿著機關槍 我那些散戶呢? 就拿著一把小刀 那怎麼打呢? 一定會死的 其實引致這個量化交易來呢 是摩根 現在後來它轉身了 叫摩根上頭 後來又再不知怎樣 轉了名字又什麼什麼 去年它都可以賺到20% 前些以前呢 它在一年內賺到90% 那它賺到90% 那它賺到90% 從哪裡來呢? 我們所有股票交易 都是有時候 有時候 不是共同富貴的 是你賺的 就是我所虧的 它賺到90% 即使有很多是 魚腩的 即是有些不懂得死的投資者 就貢獻了給它 所以如果你不把這些機關槍收起它 是不可以的 那我是不是說 不給這些機關槍出來呢? 又不是 可以的 可以的 你可以有外國者導彈 我可以有東風21 這樣就可以了 就是大家對此 那千萬不可以 就是你有機關槍 我只得刀仔 當我們整體國內 以至香港 不要說這個什麼 香港 好多的 或者一些投資 那個技藝 你還未到的話 你怎麼走去華山論劍呢? 是不是? 華山論劍死實了 這麼多大門派在這裡 如果你是這麼多大門派在這裡 華山論劍 我沒有所謂 我作為散仔 我就在這裡看看 真的不要推上擂台 最主要就是這件事 很多人看 如來神掌 十八掌 為什麼如來神掌 十八掌 萬法朝中很厲害呢? 就是這樣 其實那是一筆對稱交易 如來神掌 在那裡不應該出的 因為你是核彈來的 我們現在說的是用刀刀劍劍 所以這件事也要看一點 沒有這樣的所謂的投資環境 沒有這樣的投資者 沒有這樣的認識 是絕對不可以給這些所謂的 高科技的投資手段 在這裡出現 如果不是的話 第一件事 不會有了accumulator 也不會有了雪球 那你就會用很多人 不用損失這麼多錢 是很簡單 所以作為一個監管機構 無論是國內或者香港的 都應該有一件事 你要考慮 你這群普羅投資者 他有什麼知識 如果他沒有這個知識 你又可以給一些 有大殺傷力的投資產品 利用所謂先進的產品 引進來 你應該要對整體的投資市場 每天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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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危險的 很危險的 這些東西你不行的 你不要碰 這些東西你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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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碰 就這樣說 就好像現在 香港政府整個人說的 每天都叫人走數一樣 如果不是的話 或者是提防騙子一樣 如果不是的話 你會使得投資者 受很大的損失 不要到時候才說 我設立調查委員會 來調查 對死人來到解剖 有什麼用呢 他死而不能復生 荷包扁了就扁了 好了 講完這件事 我明天會有文章再講這件事 好 再次讓我們看看 今天呢 升的事情多了 鬼不是什麼 你不要以為它是減息 因為它一給它 不准它三天沽空 始終 我想請問一件事 其他正在做類似的事情 要不要收手 那就是全市場 沒有人敢敢 這樣 立暖去沽空 沒有人立暖去沽空的話 只要有一個大嬸 去買一元雞的股票 市場就升了 好了 今天看看 今天也有很多 升了 是不是 始終還是保險行業升 為什麼保險行業升 為什麼保險行業升 因為他們信 信 阿爺 是可以救到市 保險行業持有很多 就是國內的投資產品 股票 債券等等 那他們相信這樣就升 所以一直都是升 這幾段時間保險行業 都在這個投位 只要留意這些 因為經濟好 這個我已經講過了 另外這個 加工設施 又是這個什麼 又是經濟好 銀行 開始這個彈上來 因為這個 就是那些東西 多了 減息什麼 這些東西 再跟著 就是中學企業 又很悶悶的升上來 看看保險 保險時 所有這些 開始一大牛龜的 保險公司都升了 這大牛龜保險公司 升的話 代表他們持有的 資產值很厲害 當整體的資產上升的話 哇 那你就升了 是不是 那 我以前也講過 之前雪球的爆煲位是2900 上升2900 所以爺爺一定會頂到2900上面 頂到2900 香港股票會頂到多少 遲即再說 好了 再跟著 指的是 林產品這些資產 反映了 是通脹會來 還有呢 是這個 開始今天 之前我說 九龍資也未見 今天九龍資也出來了 這是真真正正的 給工業用紙 還有很多的用紙 這些呢 就是 你小小都影響不了 什麼 當你現在 楊光、九龍、李文、神明事業 這四大中國的造紙廠 都出來了 上去 代表中國的經濟 因為 你 出品出產好多 多了東西 你包裝多了 你才指 可以多 好了 民衡股是升了 那麼 看看 是不是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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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其次 呢 交通設施 我一直都說 這是 公路股 要留意 因為 如果你 第一 你這個是 出行 對於有關於 回鄉探親 這個是 春運 等等 然後 現在已經過了年 為什麼這些都會升呢 因為 交通流量多了 為什麼交通流量多了 因為經濟是活躍了 所以 接下來 應該看中國的 PMI 那些製造業指數 應該會上升 那麼 綜合企業 就不用說 泰國A 因為買了 什麼 泰國A 因為買了 我們說過 買了 泰國 和 老窩 可樂 冠裝產品 好 看看 今天 大家很快樂 很多都會升 是 中國的平安升 7% 非常快樂 美團都會升 好 看看 一路都說 上來之後 守住保利家通道中族 就可以上去 這裡 上來之後 就很簡單 升穿保利家通道中族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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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 上方 跟著 要挑戰什麼呢 挑戰這個位置 175 再跟著 上一點 180 183 是吧 就是這些位置 10 183 這些位置 這個位置 當然 就是 168 162 167 這些 因為 162 這個位置已經過了 162 這個位置已經過了 162 過了 上面應該是 168 跟著 175 再跟著 180 至183 這些水平 基本上 就應該可以看 上望是 180 暫時 如果你找到 會有回調 怎樣 就下回到保利家通道中族 保利家通道中族 保利家通道中族 159 只要守住保利家通道中族 這樣就可以 OK 整體 是會上升 唯一 就是成交 暫時還差一點 要上升 好嗎 好嗎 我們再其次 就